过去曾经发生美国有民众在购买的万圣节饰品中 发现了来自中国劳教所的求救信 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和劳教所的黑幕真相 而纽约知名的萨克斯百货公司也传出有消费者 在百货公司的纸袋里发现了一封来自大陆的求救信函 28岁的威尔逊2012年9月在萨克斯百货公司购买了一双雨靴 最近才在底层中发现了这张字条 信件署名Toney Emanuel Enjun 用蓝色墨水书写最上方写着三个求救大字 还附着一张男子护照格式照片和电子邮件 Enjun在信中写着 他是远在7000里外大陆监狱工厂里的囚犯 每天工时长达13个小时过着如奴隶般的生活 这个纸袋正是他们制作生产的 他希望借由这封信的曝光 让外界看到大陆监狱不人道的生活 大吃一惊的威尔逊随即将信函 交给位于华府的人权机构劳改基金会 基金会曾试图透过电邮巡人 但没有结果 不过纽约DNAinfo新闻网站最终查到了Enjun的下落 他已于去年12月获释 现在在杜拜找到了工作 Enjun自称原在深圳市教授英文 但于2011年5月被捕之后被控诈骗罪 但他强调自己从未犯过罪中罪 在服役期间 他总共写了五封求救信 藏在生产的百货公司购物袋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